至尊 至尊指的是心靈純潔又富有正義的人 只要擁有上述條件者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就要有資格成為至尊 打開神器原能矩陣 元老指的是歷經桑桑過來的人 他們雖然變老了 卻還是有辦法變成車子 成為大家的老司機 勝者勝敗者王 Want you stand and want you fall 本次的創世13組系列登場的是 博派最元老的金剛阿法特利昂太師傅Alpha Trion 這次額外放送兩名至尊 曾經是正義元祖 但是在IDW卻轉變成魔王的 猩猩至尊耀天威至尊Nova Prime 還有腐敗透頂的逆天結至尊Nominus Prime Yo!Nova Prime!Nominus! You two were nuts parts of 13! Especially you Nominus! Why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One isn't enough Therefore we are I was the member of the ancients Primes Also the henchman of the leader of the 13 Prima Lan Shockwave Since when you were a member of 13 huh? Well It was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But I had been part of the 13 Oh yeah!Alpha Trion You motherfucker also not part of the 13 right? Indeed I wasn't part of them But listen It doesn't matter who we are It couldn't wipe us our similarities Less we are the ones who stars cars and planes You three fools Only knew how to ride cars and planes? Allow me the gentle and quadruple changer to teach you First!As a Baza principal When I saw those who change into guns I turned into a gun Come on Megatron! Say hello to my friend! Second! To those who change into cars I turned into a tank to welcome them I also have three cannons Three timing fair and square is not a problem At last! To those who change into jet I could achieve the goal to become a serial shooter Allow me the hell Oh! 因為異名不同的緣故 個人由於已經習慣台版翻譯的阿法特利昂 因此以下都會簡稱為阿法 而Nova Prime早期我看的IDW漢話版是翻成要天威 雖然翻成星星至尊或是超星至尊 也非常符合Nova的原意 但以下我還是會用要天威這個異名 在G1時期的動畫版阿法特利昂原本是昆特沙性能打造出來的奴隸 名字原本叫A3 他跟耀天威都是很古老的金剛 後來這些奴隸們齊身反抗昆特沙的暴虐統治 阿法特利昂和其他帶頭者 也都是向後繼承領導矩陣Matrix of Leadership的原祖金剛 但是只有耀天威跟其他死去的前輩領導者才有至尊的名號 懶得耀天威在跟昆特沙性能對抗時不幸戰死 但死法不明 有趣的是在第三季的Forever is a long time coming有一段高能的插曲 那就是位在現代的昆特沙性能曾經打造的時空之門 企圖回到過去扭轉戰敗的歷史 但是中途卻被洛迪至尊補天使Wadimus Prime等博派發現 雙方發生了激烈槍戰 而位在過去的阿法 也就是代號A3 意外被時空之門送到現代 後來博派跟昆特沙性能為了防止時空之門扭曲整個現實宇宙 雙方暫時合作回掉了時空門 而A3跟他的情人BetaBeta 也回到過去繼續他們的劫竿之戰 後來在阿法和其他賽博坦古老領袖的領導之下 昆特沙性能最後全部戰敗撤退 賽星努力們趕走昆特沙性能後了兩百萬年 原本博狂兩派締造了黃金盛世 但是兩派卻因彼此的習性和理念不合爆發了戰爭 而博派的新任領導御天至尊御天敵Sentinel 被老M殺害後 舉證又傳到的名字已經改成阿法特利昂的A3手裡 不過G1的阿法拿到舉證後並沒有至尊的頭銜 而第二季又突然來了一段時空旅行的大轉折插曲 意外遭到狂派陷害導致穿梭時空回到過去的博派部隊 航空金剛Aerobots 再回到900萬年前時 曾把死去的倉庫管理員 奧萊恩帕克斯Orionpax交給阿法治療 阿法將死去的奧萊恩身體重新鑄造 並把矩陣植入他的胸膛 而這位復活的奧萊恩也就是博派的最常受偉大領導 至尊柯伯恩晴天柱Optimus Prime 不幸的是戰爭卻拖了500萬年 毀掉整顆星球 塞伯坦淪為一片廢墟 在這500萬年來狂派已經取得了暫時的空前勝利 OP為了保存實力 率領了一批博派搭乘方舟號離開賽星 準備尋找新的反攻基地 而阿法特利昂則是跟女性金剛留守賽星 繼續對付以震盪波Sharkwave為首的勢力 狂派在追擊方舟途中卻跟博派一同墜落在地球 陷入了整整400萬年的待機狀態 再來第二季的The Search for Alpha Trion 女性金剛在襲禮震盪波的基地倒走能量塊後 震盪波派出的無人機找到他們潛藏的位置 雖然無人機被月行者月交Moonwaves給摧毀 但他們的藏身處依舊被震盪波給發現了 之後天王星紅蜘蛛 回到賽星協助震盪波 一度還俘虜了OP準備將他處死 艾蒂塔Elite1曾使用了時間停止 拯救了差點被處死的OP 結果慈覺耗盡他的能源 OP之後會合了Alpha 討論甘河拯救艾蒂塔的方法 而OP最後是用了類似書寫的方式 將能量傳輸給迷流之際的艾蒂塔 原先被狂派包圍的博派小隊 在OP跟艾蒂塔參戰扭轉的頹市 天王星等狂派只能狼狽地逃離戰場 後來狂派在進入了賽博坦的地心 利用了神聖的量子電腦魔力神球Vector Sigma 給自己打造了新的合體金剛威脅王Manasaur OP為了因應威脅王 也企圖打造屬於博派的合體金剛 懶得魔力神球卻已經被狂派搶先一步 耗盡了最後的神力 為了復甦停機的魔力神球 Alpha決定犧牲自己的所有能源 來復活這個量子電腦 靈魂也回歸了火種源 而之後在日版的頭領戰士Headmasters 他再度顯靈和OP 一同阻止狂暴化的魔力神球電腦 不幸的是OP卻在解除危機後 也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The Transformers will return after these messages Drink more milk We now return to the Transformers 進化版NMATED的世界觀就比較獨特 最崇高的領導者是叫做天威Magnus 而非Prime 21年前賽博坦的第一位領導者 啟蒙先知Simon 和他的守護金剛Guardians 最新統治賽星 而10億年前 耀天威跟他的護衛軍Protectons 推翻了啟蒙之後 成為了賽博坦的第二任領導者 難得耀天威在位期間 狂派的祖先霸天派Destrons 爆發了第三次大戰 耀天威之後的下場生死不明 之後接替他的分別是高能天威Powered Comboi 以及現任的通天小馬格斯Ultra Magnus 至於本作的阿法 在動畫中沒有多少出場畫面 能無知描述他是博派當中最年長的一員 在大戰爆發開始 也參與了不少博狂之間的戰役 戰後他加入了最高議會的高層 地位僅次於通天小 經常跟玉天在陣殿上分庭抗禮 耐可貝真能式的阿法特利昂 並沒有在玩具或是任何番外媒體露出過真面目 生平不祥,生死完全未知 只有在真能番外賽博任務Cybermission 開頭簡單有提及到 只知道他跟G1時期一樣並非至尊 是負責祭司和管理檔案的官員 在變3上演師徒相殺的玉天至尊 原來本來是要命名為通天小 而外觀則是採用和阿法相仿的樣貌 但最後除了名字之外 阿法的形象有被保留下來 Aligned世界觀的阿法正是於本作 被官方列入為13組的成員之一 是13組當中最睿智的成員 負責文書和歷史資料的記載 他手邊持有的兩種逆天神器 聖約之筆Quill 以及普神聖約Covidants of Primus 普神聖約當中記載著宇宙歷史的過去 現在還有未來 只要這本聖約配合聖約之筆 就能夠任意改寫未來以及發生的任何事 有點類似漫威宇宙的限時寶石 日曼的死亡筆記本 還有約會大作戰的精靈 本條惡亞持有的天使 聖告偏志 跟反轉的神聖偏志 但是歷史本身有所謂的自我修正力 因此這兩個神器改寫的未來都無法持久 就好比終結者當中無論怎麼阻止天王 天王最終還是會被創造出來 就算殺死了約翰康納 依舊還是會出現新的反抗軍領導者 在動畫版領袖之陣 已經歸屬火種源與化成仙的阿法特利昂 偶爾還是會藉由關洛英扮演OP的精神導師 教導他有關成為領袖的倫理 以及透露許多有關賽博坦的古老歷史 這版的阿法有別於進化版當中的博派人 蘇大師修濟天優格川 傳達所謂的道家和佛老的思想 修濟天認為因果和天命一旦到來就不可違背 因此當巡弋者將他的火種移植到其他的身體裡 將他復活時 修濟天依舊選擇了涅槃 而在領袖之陣第三季 狂派摧毀了博派的基地後 OP也傷重不治而死亡 他的靈火在魂歸火種源之前 阿法再次顯靈希望OP隨他一起歸一火種源 讓凡間俗世以莫加的方向順其自然 他表示矩陣會在另外選擇別人作為至尊 並以試探的方式詢問OP該如何抉擇 不過OP非常猶豫 再加上煙幕Smokescreen 使用了索拉斯大錘的最後神力將他復活 做死亡才得以保住一命 You pirated my color and figure scheme No my design was based on your figure Why is your voice sounding like me No I was voiced by Leonardo Nimoy You also have the same voice because our author AKR can perform his voice as well Oh come on you two old folks Knock this off already Shut up Red Bumblebee 邪神三部曲 Unicorn Trilogy的美版二部曲 能量之霸佔 Energon 範外前傳漫畫 阿法是跨維度的一名神域使者 兩派在首部曲阻止了大邪神尤尼克隆宇宙大地 也就是U神之後的數年 OP感應到未來將會出現另一個危機 迷你金剛狂奔Overrun 引領他到賽星神聖的關落殿 透過關落殿的感應 OP看見一位睿智的長者 長者告訴他U神將會回歸 而恐懼金剛Terrakons 將會危害宇宙和平 死去的老M也將會復活 OP將長者的警告智慧的賽星高層 但是高層對這位神秘長者的存在深感懷疑 隨著U神的天啟四騎士的出現 賽星人開始對長者的這些預言有了危機意識 而部曲的故事也正式展開 來到美版三部曲賽博耀之戰Cybertron的範圍 協助博派尋找賽博耀石的時空至尊貝可達 引天行Vector Prime 勝負者必須向管理神域的阿法 報告所有尋找鑰匙的進度 但靈火依然不死的U神 依舊派出他的使徒跨過維度 對阿法等人展開攻擊 遭到突擊的阿法就這樣受傷倒地 直到最後的結局 蘇醒的阿法和其他時空的OP 悼念了貝可達的偉大犧牲 IDW的阿法特利昂 是遠古時期賽博坦的一名部落領袖之一 大約在1200萬年前 一位叫瑪瑙Onyx的神秘部落領袖 突然開始四處蒸發賽博坦 他在籠絡了阿法成為自己的夥伴後 並聯合起來降伏了所有部落的長老們 最終促使了整顆星球的統一 而其中一位領袖普萊瑪快瑪 被其他12人推舉為賽博坦新人的天可汗 瑪瑪則成為普萊瑪的側謀師和國師 擅長戰鬥的密卡托納斯Megatronus 則當上了主力戰將 阿法也成為朝廷內部的資料管理官和史官 負責記錄賽博坦的文化跟歷史 這段期間他也跟賽星泰坦猛大帥Metroplex成為了智友 瑞智的瑪瑪至尊經過缺密的計算 預測出未來將會發生所謂的黑暗賽博坦末日 並要阿法把這個預言給記載下來流傳給後世 接著為了傳播賽博坦的盛世福音 瑪瑪故意向普萊瑪策劃了所謂的Pax Cybertronia 賽博烏托邦拓展計劃 表面上講好聽是要向全宇宙傳播賽博坦的福音 然而真實的目的是用武力侵略宇宙其他星球 好將其納為賽博坦的殖民地 此舉造成了安提拉、安提拉等諸多星球種族滅絕 使全宇宙對賽博坦人非常仇恨 漸漸的 阿法開始覺得這位當初促成星球統一的瑪瑪 有種說不出的古怪,自從他出現後各種怪事就沒間斷 殊不知根本沒人知道 這位瑪瑙的真實身份是來自未來的狂派成員智濫波 他在未來引發黑暗賽博坦事件之後 意外扭曲了時空,使自己被傳送到過去 為了達成自己成神的野心 他開始安排各種大事件來構築歷史 好扭轉他在未來鑄成的大錯 智濫波為了掩蓋阿法對他的懷疑 於是他不斷用自己卓越的預言神通來轉移他的注意力 同時普萊瑪把全宇宙對賽星人的憎恨 權歸就到負責侵略的密卡托納斯 密卡托納斯被重人一陣排擠直接破防了 他直接發起叛變要殺普萊瑪 結果誤殺了自己的戀人索拉斯至尊Solus Prime 普萊瑪和瑪瑙事後 開始追捕密卡托納斯這位叛逃的墮落至尊 結果普萊瑪卻被密卡托納斯給砍成兩半 瑪瑪故意扭曲整段過程 要阿法寫下是密卡托納斯和他身旁擅長欺騙的王侯大帝 Lich Maximo企圖搞分裂導致王朝滅亡 普萊瑪死後天下開始大亂 至尊王朝分崩離析 賽博坦又會陷入哥居然戰亂 普萊瑪其中一位將領耀天威 在擊敗了瑪瑪的勢力後 成為了賽博坦的新任霸主 而瑪瑪本人早已不知去向 事實上瑪瑪AKA這浪波 開始在斜壓星球 扶持自己的野獸金剛大軍 等待未來某一天準備反攻 至於阿法則是選擇退居幕後四處流浪 被歷史慢慢淡忘 耀天威在自詩為至尊後 其野心也開始逐漸膨脹 他的目標是想模仿普萊瑪 實現他的大擴張宇宙征服計劃 首先他跟布夏門為了重現至尊們研發的合體技術 他們創造了第一個合體金剛 獸王神巨魔獸Monstructor 摧毀了整座水晶城 但是獸王神因精神不穩定 結果被終極金剛奧米加Omega給打倒 眼看待在賽博坦沒有前途 於是六百萬年前 耀天威帶著格威龍金破天等部下 搭乘方舟離開賽星後便不知去向 而取代他的至尊便是逆天傑Nominus 而賽博坦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內政腐敗 底層也名不聊生 兩袖清風的年輕議員正當波 在迷上的過去阿法記載的歷史 還有瑪瑙傳承的預言同時 他也曾經對逆天傑和高層的政策管理提出質疑 結果此舉反而害他被高層抓去洗腦 改造成了瘋狂科學家 為了鞏固逆天傑的在位合法性 最高一會故意在他身上 直入了假的領導矩陣來招告天下 但這個騙局馬上被拆穿了 高層馬上一腳踢開被刺逆天傑將他暗殺 而之後的至尊由另一位暴君 御天Sentinel來擔任 接著受不了壓榨的老M組織狂派 相繼推翻了御天和澤塔至尊Seta Prime的暴政 而現在的至尊也就是持有真正矩陣的OP 藉著繼續和狂派持續了四百萬年的戰爭 OP在廣播中曾鼓吹所有的鬥士 一同反抗狂派的惡勢力 這引起了阿法的注意 於是他找上這位年輕的至尊 教導他如何成為一個稱職的領袖 不過有件事始終困擾著阿法 他不明白狂派的首領密卡登威政天Megatron 跟當初的墮洛至尊密卡托納斯Megatronus 為何有著如此相似的名字 另一方面失蹤已久的耀天威和他的部下 其實都被吸入了所謂的死亡宇宙Dead Universe 並被黑暗力量給感染變成了不死之身 喪心病狂的耀天威更進一步 想把主宇宙和死亡宇宙融合成一體 完成他當初妄想的大擴張計劃 後來他不斷以不死魔王的姿態出現在現世 消滅了不少博派的軍力 還洗腦了博派的夜襲Night Speed 安排他作為博派的內應 之後再測掃斯維伯橫炮的個人傳裡 同樣也被黑暗力量蒙蔽心智的格威龍 曾經趁耀天威不注意 從背後射殺了自己的師父 氣頭要將黑暗力量去為己有 博狂將戰場轉移至地球期間 阿法特利昂在賽星曾經治療了鐵皮 並要他幫忙清除昆蟲金剛大軍 作為交換條件 他幫鐵皮修復了博派的傷兵飛矛腿Sunstreaker 隨後他跟猛大帥繼續到處旅行 另一方面已經成為不死之生的耀天威根本沒死 還淪為暗黑深淵操控的傀儡 在後續與格威龍在死亡宇宙中 又展開了多次的黑暗力量爭奪戰 一直到耀天威成功擺脫了暗黑深淵 而正當波也開始著手瑪瑙預言的黑暗賽博坦末日 他利用老M身體裡的太空橋打開連結到死亡宇宙的通道 供贏了魔王耀天威跟格威龍來到縣市 但沒多久鐵皮大黃蜂等人突襲了正當波的大本營 鐵皮也使出了正義鐵拳 又把耀天威打回死亡宇宙 再度受困的耀天威遇上了來到死亡宇宙的OP小隊 耀天威在跟OP對打途中 故意用變身術變成其他至尊的樣貌 企圖打擊OP對於至尊這個名號的信心 但是根本沒用 OP在好友的助攻下再次復蘭了他身為至尊的使命 他先是扯下耀天威的戈壁 接著再使出了認真之拳打爆耀天威 滅了這個惡魔 隨著正當波連同他打開的黑洞一同消失後 黑暗賽博坦事件也告一段落 OP和一小隊博派來到地球追擊狂派的殘餘勢力時 阿法在降臨地球後也遭到人類囚禁 接著又被一位叫無限威Infinitus的小型太膽戰士綁架 之後OP也得知 證明無限威的真實身份是當初被狂派殺害的御天至尊 無限威為了重現當初耀天威開創的賽博盛世 同時迎接瑪瑙至尊本人的盛大回歸 於是他先是將阿法的頭切斷 利用他的下半身安裝在瑪瑙過去的部下頭領戰士王權sovereign的身上 但無限威的陰謀最後還是被聖波安OP給阻止 而阿法斷掉的頭顱也被接了回去 在經歷了各種危難 阿法跟OP也開始致力於復興賽博坦 阿法也把過去所有至尊和耀天威的歷史一字不漏告訴OP 就在這時候 失蹤了近千萬年的瑪瑙至尊 突然又再度現身在眾人面前 他表示希望能由自己和OP還有阿法 再次組成一個由至尊來領導的三巨頭統一政府 但這種賽星人因為不爽天王星這位勇軍的無能 對所謂的政治已經失去信心 而且聖波等人對這位突然冒出來的瑪瑙非常抵觸 尤其聖波早就對於至尊這種怪物非常反感 緊接著阿法也漸漸察覺到這位瑪瑙的真實身份不單純 結果他還來不及揭發真相 一場突如其來的爆炸 無形地奪走了阿法的性命 而背後這一切都是瑪瑙在暗中搞鬼 OP最終也終於知曉 殺害他的師父的幕後兇手瑪瑙正面目竟然是 CAD value The Transformers will return after these messages Ey you Yes,I'm talking to you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f you don't have Leonardo Nemoro's voice Your life basically just like Anhyde In pieces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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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回到Transformers 2018年的賽博制Cyberverse AFA在大戰時期被老M的炮火打傷 在飛輪救護車Ratchet的治療下勉強保命 但他知道自己大限將至 於是把矩陣傳承給OP後直接羽化成仙 不過必須說這版AFA魁梧的設計靈感 應該是採用了泰坦回歸Titan's Return 玩具當中的屍版AFA造型 各隱瞞偏到對岸隊屍版AFA的翻譯 太師傅 再來是鏡像宇宙Shattered Glass AFA表面上跟其他版本一樣看上去是個正能君子 實際上他跟鏡像宇宙的所有博派一樣 都是卑鄙狠毒的惡棍 原本他是鏡像OP身旁的國師 但是OP受不了他的七岩片與各種虛偽 於是將他驅逐出鏡像宇宙 為了完成他稱霸宇宙的野心 AFA來到鏡像宇宙另一個分支 這個宇宙是由轉化金剛Trans-Tag統治 為了達成支配的目的 他在這裡四處蠱惑挑撥轉化金剛 一方面招攬追隨者 一方面煽動他們顛覆自己的政府 並派出部下殺害任何反對他的人 這版AFA的作風殘酷到 你會更身家體會什麼叫人不可貌相 他變態到將所有反對者的屍體 掛在自己的長時間 當作美麗的裝飾品 2020的維城系列首部曲 《賽博坦大戰》 AFA在過去曾統帥賽博坦人 反攻昆特殺新人的入侵 之後也曾當過OP、老M還有通天曉的老師 同時也擔任矩陣的保管者 但是博派的巨獸天貓Skylinks 於是想從他手上奪走聖物 好成為至尊 別無選擇的AFA只能用索拉斯的手杖 將他驅逐到死亡宇宙 後期 老M也逐漸曝露自己企圖奪權的野心 發動了軍事政變 而AFA也被自己的青土地給首任 AFA死後 矩陣選擇了OP為信任持有者 而他的智慧代碼也流入了通天曉的腦海 而片中老M將投降的通天曉處決之後 代碼又流入了大黃蜂的身體裡 AFA心自顯靈 清選大黃蜂為代碼的忌憚者 而這也是瘋決定成為博派的契機 2019年的IDW第二部世界觀 耀天威跟G1原設一樣 是持有矩陣的古老之尊 至於AFA這次有別於IDW一代 由於IDW版權到齊 因此有關他是否S3組的成員依舊未知 唯一不變的是老將人和師父的設定 同時也是通天曉的老師 負責指導通天曉何謂真善美等諸多道德禮儀 在過去賽博坦曾發生所謂的三體驅魔之戰 Wire of the Threefold Spark 賽博坦的超能力狂魔三昧真火Exagon 為了滿足自己的控制欲 企圖征服整個宇宙 爆發了三體之戰 AFA的徒弟老通 也曾加入了這場艱辛的戰局 而逆天姐則是之後繼承了矩陣的領導者 他跟IDW一代一樣 都是虛有其表的昏君 但是在三體之戰爆發後 逆天姐還是有動員博派對付這位魔王 三體之戰結束後 AFA開始在宇宙中旅行 尋找上古時期儀式的賽星寶物 另一方面在銀河漂泊galaxies 工程金剛在開鑿遭到三體之戰洗禮的大城市 埃爾康埃爾康埃爾康 沒想到他們挖掘到了古老神器 合體模塊 Enigma of Combination 為了測試這個神器的用途 工程金剛資源被他影響 成為了一隻龐然大物 大力神 本來負責進攻的特馬加特馬蓋x 想利用這股力量來幫助建設 但是千金頂輪結Wheeljack 發現大力神的本質很不穩定 於是對高層報告了此事 逆天姐也畏懼合體模塊 和大力神的恐怖力量 於是他故意找理由 假裝褒獎了工程金剛 再一腳把他們踢開 將他們全部流放到另一顆拓荒星球 瑪雅斯 瑪雅斯 工程金剛因為對逆天姐的鳥禁攻藏心有不甘 這讓震盪波逮著機會 他開始下令昆蟲金剛 去煽動工程金剛對高層的仇恨 工程金剛的怒火一口氣爆發 他們再次合體為大力神 把瑪雅斯新的建設全部摧毀 居民全被殺害 逆天姐的雕像也被毀壞殆盡 大力神最終將成為狂派的救急殺氣 博狂大戰爆發之後 阿法回到賽星擔任博派的精神衛介師 隨著狂派突光而最高意會 阿法也開始凝聚博派成員間的士氣 所有人便朝著新的根據地出發了 但很遺憾IDW在2022年版權截止 整部大戰才剛開打沒多久就草草收尾 有點可惜 Optimus have you ever wondered during you and your Autobots absence about 4 million years anything ever occur to me with Elita 1 阿… Say what? She and I really been through a lot Alpha, who are you trying to refer? You guess? Yes Hey Elvertrion, Optimus You two wanna read some dirty Dojinshi about Solus with other 12 primes? I even got some Elita's pieces too! FRACK OFF B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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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 Ch The Decepticons Yeah Transformers Round to the chance Transformers Move Inesia Move Inesia